安波华宇足球快训2023年6月21日 FC欣星纳提迎播办法多 周四清早 美直连同时上演多场激斗 其中FC欣星纳提将坐镇主场迎战多伦多FC 双方主客场战机形成鲜明的对比 当中FC欣星纳提联赛至今 九轮主场保持全胜的骄人战机 而多伦多FC和共八轮做客 仅为四和四副未尝胜机 此削比尝之下 FC欣星纳提精帐主场当然有力全取三分 FC欣星纳提无疑是赛季至今的最大黑马 因为他们目前录的十二胜四和一副的不俗战机 并且以四十分排名东岸第一 同时领先次席纳输为SC 有着五分的优势 上轮联赛对于FC欣星纳提来说实在可惜 要知道主要攻击首尔阿哥斯 达在83分钟取得入球 原本以为三分落袋的时候 球队却在89分钟被温哥华白帽的十二马绝评 近期的联赛六连胜就此被终结 但值得一提的是 FC欣星纳提最近九轮联赛还是取得七胜二合的不败战机 当中军场师球数不足一个 防守颇为稳健 而阿哥斯达在进攻端更是发挥关键作用 在此期间个人斩获七个联赛入球 重要程度可见一般 阵容方面 前锋被拿苏杀和杀至奥高美斯军因伤眷情 多伦多FC近期联赛陷入合局怪圈 球队最近三轮都遭遇合局 而联赛进入五月份至今 他们加起来仅赢过一场比赛 对手是华盛顿联队 其余七轮四合三负 由于近期战机低迷 多伦多FC联赛排名亦受到波及 他们目前已经跌至东岸倒数第三位 同时球员信心大受影响 另外 多伦多FC至今火力疲软 18轮联赛军场仅攻入0.94球 其中在五月份曾是过连续四轮无法取得入球 进攻端无力显而易见 多伦多FC最近六次对阵FC 欣欣纳提仅取得二胜四负的战机 当中更是有过三次被对手临风 在颇为劣势的情况下 多伦多FC经账实在信无过 阵容方面 中场米高巴特利与前锋迪奥文迪等人均因伤缺阵 感谢您的收听 注射 赞承证 赞承证 赞承承 如果您看到新的惊喜 赞承承证 赞承承